第2440集 文言 君墨心中对叶晨的安危十分担忧 焦急之下急切地开口说道 前辈 我有一好友名为叶晨 如今他 还没等君墨说完 大长老的脸色陡然一冷 打断了君墨的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是这小子触怒守护神 不论什么下场 都是罪有应得 君墨 其他事我可以帮你 但是这个叶晨的事情 我管不了 听到这话 君墨脸色微变 随即开口说道 前辈 这叶晨你必须要救 为什么 大长老脸上杀气陡然爆发 死死地盯着君墨 你还敢命令我不成 并非如此 见状 君墨确实摇摇头 接着郑重无比地开口说道 大长老若是救下叶晨 日后必定能有天大的收获 听到君墨这话 大长老却是玩味地看着君墨 收获 什么收获 叶晨天赋绝顶 他的成就不可限量 今后成就必然能凌驾于镇员殿之上 我敢拿性命做担保 嗯 君墨以性命做担保 让大长老眼神不由地一宁 他很清楚 君墨为人很讲道义 也很少说虚言 此刻君墨所言恐怕是真的 你这么看好这个小子 大长老的眼睛微眯 是 君墨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已经见识到了叶晨的天赋 而且叶晨的背景甚至能够通天 他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敢说得这么绝对 好 那我可以帮忙游说宗主 放他一马 不过若是宗主一决 我也没有办法 大长老看着君墨开口说道 既然君墨这么肯定 叶晨日后能够飞黄腾达 他也不介意做一个投资 毕竟不会让他付出什么 只是动动嘴皮子 闻言 君墨微微寒手 也只能这样了 大长老毕竟只是大长老 话语权还在宗主手里 但是能够帮忙说话 就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叶晨所犯之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一切都要看镇元殿的 宗主要如何判决 随后 大长老的虚影从令牌之上消散 君墨目光则看向镇元殿的方向 能做的我都做了 接下来一切就看你自己的命数了 与此同时 南盛酒楼之中 林长老正在房间之中盘坐修炼 却察觉到有一股异动进入房间之中 眼神陡然一凝 嗯 林长老手握竹子刺向异动之中 却发现来的是一张通讯灵符 打开之后里面的消息 正是叶晨触怒镇元殿守护神 被镇元殿带走的消息 这下麻烦了 林长老脸色陡然一变 连忙将隔壁屋子的高长老叫了过来 两人看着传讯灵符脸色变幻 叶晨惹下这样的麻烦 他们也不想管 但是叶晨毕竟是六道宗的弟子 不能不管 而且高林两位长老也隐隐觉得 叶晨似乎和他们认为的不太一样 好像真的天赋不俗 因此立刻动身前往镇元殿 此时此刻叶晨也已经被黑智长老等人 带到了镇元殿之中 镇元殿庞大恢弘 而在镇元殿内另有无数殿堂 这殿堂之中气势最威压 最狂暴的正是镇元殿的天圣殿 这是镇元殿用来商议宗门大事的地方 同样 天圣殿也是用来惩戒溺徒 以及敌人的地方 叶晨此刻便是被押往天圣殿 看着锐起千条 被浓郁鸿蒙之气笼罩的 灰红天圣殿 感受到天圣殿内传来的浩荡伟丽 叶晨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哼 死到临头还笑得出来 等一下有你哭的 此刻 黑智长老看到叶晨还在笑 不由地眼睛一瞪 随即一把推在叶晨身后 给我进去 叶晨身躯被推得一个亮将 下一刻猛然回头凝视黑智长老 双目幽深如同无尽地狱 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寒意 我劝你一句 最好别碰我 看到叶晨的眼神 饶视黑智长老也是脸色一变 竟然感到无比的恐惧 不过下一刻他却回过神来 自己堂堂镇元殿的长老 竟然被六道宗只有天神镜的废物给吓到了 黑智长老正想发飙 却发现此刻他们已经进入天圣殿之中 而在天圣殿内 镇元殿诸位长老齐聚 众多内门弟子也站立于此 而宗主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叶晨 这下不用我出手 你的下场也必然凄惨 黑智长老看到这架势 幸灾乐祸地冷笑一声 心中暗道 此时此刻 叶晨也在观察大殿中的众人 镇元殿这些年 的确比六道宗发展得要好 站在这里的不少内门弟子 比之六道宗的弟子 实力都要高出一筹 哪怕是六道宗实力 隐隐排在第一的杨千玉 在镇元殿也无法躋身前十 而如今 这些内门弟子 全都目光森寒地看着叶晨 有人还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内门弟子的上方 则是一尊尊长老落作在这里 一个个气势辉弘 如同一尊尊大佛般 目光冷然 充满了寒意 而主位之上的镇元殿宗主 更是面称如水 眼中流转着汹涌的杀意 死死地盯着叶晨 这位镇元殿当代宗主 名为杨天阳 实力恐怖 威势震天 坐在那里 便仿佛有诸天万界 在他的掌心沉沦 眼中似乎有一个个世界生灭 宗主 罪人叶晨带到 黑之长老看着杨天阳 恭敬无比地低声说道 很好 杨天阳默然喊手 随即让黑之长老等人入座 目光却是看向叶晨 叶晨 你可执罪 杨天阳狂暴无比 毁天灭地地威压席卷而来 震慑诸天的威势 仿佛要将叶晨压垮 而在此刻 叶晨看着杨天阳 却是目光淡然 甚至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罪 或合罪之友 叶晨淡然问道 他是触动了守护神雕像 但这是人前辈留下的建议 是他与人前辈在交流 和镇元殿没有任何关系 他更没有任何罪过 而此刻 杨天阳听到叶晨这话 却是脸色陡然一寒 同时 大殿中的诸位镇元殿长老 以及众多内门弟子 全都勃然大怒 金龙雕像是镇元殿所有人心中 至高无上的守护神 叶晨狂妄至极 触摸守护神雕像 让守护神一动发怒 此刻竟然还敢说 自己没有罪过 该死 混账东西 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 听到这话 黑智长老第一个开口怒喝道 他对叶晨十分的不爽 只要是能踩叶晨一脚 他绝对不会放过 柳道宗的人果然下贱 触怒了我镇元殿 至高无上的守护神 还敢说自己无罪 又一名白发苍苍 气势恢红的长老 开口怒骂道 听到这话 叶晨却是目光陡然一寒 冷然地看向这位白发长老 嘴巴放干净点 叶晨冷然说道 此话一出 天圣殿更是一片哗然 叶晨犯下重罪 不但不认错 还敢在这里如此放肆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狂妄至极 该死的混账 你敢说我 白发长老也是气得胡子乱颤 胸膛起伏不停 此时一众内门弟子 也纷纷地对叶晨指责起来 一名天神静的蝼蚁 哪里来的胆量 敢在我镇元殿放肆 天圣殿内随便一个人 都能轻松捏死你这个蝼蚁 刘道宗真是彻底落寞了 竟然培养出如此目中无人 狂妄无耻之辈 我建议处决了这个废物 对 恳请宗主处决叶晨 同时和六道宗一刀两断 此话一出 整个天圣殿都是一阵 镇元殿早就想和六道宗 撇清关系 他们因为六道宗扶持而崛起 但是六道宗衰败之后 镇元殿却已受了六道宗 当年的扶持为耻辱 毕竟如今的六道宗 可是远远比不上他们镇元殿了 此时此刻 天圣殿内的众人全都目光闪烁 他们发觉叶晨之事是一个契机 一个和六道宗撇清关系 彻底一刀两断的契机 恳请宗主处决叶晨 与六道宗一刀两断 此刻 大殿之上众多大长老 都支持着这个提议 纷纷大声呐喊起来 唯独几个人面色变换 没有说话 这几人之中 便有坐在宗主下手右边第一排的 镇元殿大长老 而此刻 大长老吕天璐 穿着一身金丝勾勒的长袍 气势非凡 此刻正目光深邃地凝视着叶晨 吕天璐 受到军末的消息之后 便直接赶到了天圣殿 而在叶晨进入天圣殿之后 他也一直在观察叶晨 吕天璐想要看看叶晨是否如军末保证的那样 绝对能够有不可限量的一番成就 而在这段时间内 吕天璐也发觉叶晨气度不凡 甚至有大气韵笼罩 面对宗主养天阳与一众长老 在如此可怕的威视之下 只是天神静的叶晨还能毫无畏惧 已经表明了叶晨的不凡之处 这小子值得一救 此刻 吕天璐看着叶晨心中暗道 天圣殿内无数人请愿宗主 要处决叶晨 与六道宗一刀两断 而养天阳这时 也是眯起了眼睛 凝视着叶晨 思索着是否要听从宗门众人所言 杨天阳对六道宗最是不屑 也最想和六道宗撇清关系 但他看到天圣殿内耸立的南圣石像 却又犹豫起来 南圣与六道宗祖师爷萧水寒 关系亲密无间 若是看到如今这一幕 绝对不会允许